身為一個海王子 我就必須要有一個船的執照 我可以開著船帶著你 由世界各地 想跟我在一起嗎 IG在這裡 先不要 哈囉 觀眾大家好 我是KID 今天要來開箱 我的一個隨身包包 那我這個人其實就是一個 出去三天可是卻要帶三十天 東西的一個人 然後這是我的那個 隨身小物包 就是放一些 杯子 筷子 吸管 然後大吸管 有時候喝珍珠奶茶的時候 這個本身其實是一個 相機包 所以我通常 都會有一個 一個相機在裡頭 因為我比較喜歡水色 所以我就會帶防水殼 然後去潛水 然後拍照片 然後有一台 比較特別 飛機 對 穿越機 最近 新購入 好啦 包包可以打開來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 包包裡面一定要有什麼 護身符 好不好 我跟非常多的女明信一樣 蠻明信的 一定要有護身符這種東西 尤其是我們常常在外面爬山涉水的 就是 就是越多越好 對 所以我這邊有 浴青宮 然後鹿港的 然後這邊就是花蓮的 這是什麼 發財金 還有一個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這一定是其他 大家女明信沒有了 動力小船駕駛執照 好不好 你們有車的執照 還有摩托車執照 但很少有人有船的執照 對 身為一個海王子 我就必須要有一個 船的執照 我可以開著船 帶著你 遊世界各地 想跟我在一起嗎 IG在這裡 先不要 先不要 先不要好不好 會出事 其實我覺得都是自己要做齊 然後 不要用一次性的東西 就少用 其實我每次在淨灘的時候 多半 那個裡面的垃圾 就除了都是 漁船上的一些 廢棄的東西之外 很多都是我們自己陸地上一些 就是什麼 筷子啊 吸管啊 保特品啊 等等 所以這些東西 如果我們從自己本身 少用這些東西的話 我相信應該 海邊的垃圾會少一些些 每天減少一些垃圾的產生 我覺得這樣子 大家集合起來 應該會少非常非常多 然後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我的經驗就是 在每次去淨灘的時候 我至少在海邊都會 看到 兩隻以上 死掉的海龜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一個事情 對 他們其實都沒有很大 大概都 我看到都是這麼 這麼 這樣的大小這樣 減少使用 就是一次性 或者是 沒辦法分解的一些 垃圾 是我們自己先從本身做起 OK 想知道更多訊息的話呢 麻煩幫我們訂閱LTV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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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